闻起来很香啊 并没有 Bronia只闻到了一股奇怪的味道 很像是什么东西烧糊了的气味 不会吧 我去看一眼厨房 说起来 Kiana做的咖喱应该没问题吧 炖的时间会不会太长了点 应该没问题 毕竟Kiana最近的厨艺也提升了不少 已经能做很多简单的料理了 啊 糟糟糟了 好多烟啊 Kiana 你究竟做了什么东西啊 好奇怪 我的咖喱怎么变成这样了 我明明是按着步骤来的 这 真的是咖喱吗 当然了 这可是我做的咖喱土豆炖肉啊 也许它只是颜色变黑了 味道依然很好 我先尝尝 等等Kiana 我觉得还是不要吃比较好 应该是火候没有掌握好 这道料理器看不出来是土豆 也看不出来是肉 那 那还有办法挽救一下 可能不太行 毕竟咖喱都已经烧成黑炭了 而且 还和郭年在了一起 算了算了 还是先别管什么咖喱了 时间不多了 再过一会儿 餐厅就要正式开始营业 现场去把排风打开 让烟排出去 谢尔和波尼亚抓紧时间处理食材 福华 记得把神舟料理的菜单发布出去 还有Kiana 怎么了 大姨妈 不要再端着烧火的咖喱在餐厅里到处走了 赶快把它处理掉 大家把餐厅收拾一下 准备好其他菜品 第一波订单马上就要来了 好好的